为什么周天子不兼并小诸侯国,然后实行经线制呢? 实际上这个事情不是没有干过 周人从稀土崛起的时候,他是吞并了周边的九州九邦之国,然后壮大成为周国的 是因为他的治理水平有限,然后扩展到1000平方米左右的周王角 他已经没法再进行基层建设了 古代的基层官僚队伍的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成本 在夏商周商代直接能够统峡的领土范围不会超过1000万公里 那是管理基属的极限了,如果要是再扩大的话,只能交给 就是诸侯国来治理了 这个问题呢,实际上秦国也是没法实现的,后来统一了天下马上就崩溃了,为什么呢?治理水平达不到 西汉也是一样的,最初也是治理水平达不到,只能是一半经线制 就是在1000平方公里范围内实行经线制,然后呢 在其他地区实行峰峰制,然后呢,到了汉武帝的时代 就是西汉王朝建立五六十年了,国家已经有大量的国力的基础上了 这时候呢,才消灭了峰峰制,建立了全国性的 金线制,如果一下子整个全国范围铺开了去建设这个金线制的话 就是给中央财政的压力是相当大的,而且收益是很小的 一般来讲,我们征税呢,越是附近的,然后呢,收益就越高 越是偏远的地方,你收税呢,印到金丝的来回路程,都给路上人吃掉了 所以是不划算的,因为在货币制度没有完善的情况下 所有的古代的摇曳啊,户税啊,都是食物跟人力 秦朝为什么灭亡呢,就是他因为照一个人千里迢迢的跑走了千里的路 去北方修建长城啊,这完全是不必要的人力损失 一个好好的人家,他假如留在当地,他是可以好好种田,产出很多粮食的 然后呢,一个地方的粮食呢,你如果说印到附近的诸侯国,那是很短的几十里的路 但是呢,你如果印到首都咸阳,那就几千公里的路 然后呢,在交通运输工具没法解决的过程中呢 一个王朝,最初的王朝 直辖的统治范围是不可能超过 一千万公里的啊